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聊一下这个商标的问题 这商标的问题起源于最近上热搜 说郑元杰商标维权 某个维权失败了 现在他失败的案例不少 而且郑元杰当时写童话的时候 什么苏克贝塔鲁西西 对吧,都是一代人成长起来的一个记忆 他的这个童话创作在当年呢 应该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所以这些人的这些里头人物的这个名字 他的商标啊,怎么样的保护 对吧,别人呢,注册了 你看注册的里头呢,有的就支持了 有的就驳回了 你看山东一家呢,支持什么苏克什么管道 什么什么苏克什么什么的就驳回了 但是呢,德国一家叫苏克的什么什么公司 他进行维权的时候啊 没有支持他,为什么没有支持他呢 因为的话呢,对于德国人呢 他有苏克这个名字 而且按照中国的这个翻译呢 他的名字就翻译成苏克 所以你到底说是谁的 只用谁的什么在先权利等等等等 这样这个事啊 就变得确实是呢,你要驳回来 我们也看了一下 从律师的角度看了一下呢 觉得其实驳回来的还是有道理的 也就说明那个中国商标的一个保护的现状 因为这个中国的商标它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当时建立商标法的时候 它就有好多的缺陷 因为你像当年呢,中国开始没有商标法 然后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商标法 但是建立商标法的时候经常什么 同一个商标到处都是 你看前边我们说过这德州趴吉 你地方上你怎么算 对吧,当时是国企 其实在当时这个商标啊 那个多的什么 比方说这个熊猫 叫熊猫的 叫中华的 就是类似的 到处都是一样的 都叫熊猫 你说怎么保护呢 这也牵扯到一个什么呢 那个汉字的问题 汉字的这个语音相对的组合 因为你汉字商标 大家都想要两三个字组合 不像说你要字母 对吧 字母的话呢 别看26个字母 你要28个字母一组合的时候 它的可排列组合的比例就大幅度增加了 所以这个里头在有这种大量相同商标的时候 其实当时中国采取了一个办法 这个是个什么办法呢 也就是说 中国的商标都是分类的 分成了好多类 你像比方说什么软件呢 干什么的叫42类 还有一些呢 计算机呢 硬件呢 就是9类 但是你实际上呢 你一个商标经常是什么 关系了好多类 对吧 然后呢 关系好多范围 你要注册呢 就得注册好多个 按类别来的 你想把一个商标 比方一个什么 你注册成全类别的 那就得每个类别分别注册 那是个非常大的工作量 其实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作为开始啊 像正元节这样的一个个人 你弄了一个商标的时候 你给他注册成全类别的 基本很难 而且呢 就算全类别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叫一个什么 你觉得不错的词的时候 你想全类别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都有虫名 而且这个商标的这个 相虫啊 它不光是相同 它有相类似 其实有时候相类似也不行 对吧 相类似也有故事 而且呢 有些相类似的碰词 也很多啊 当年你看武侠出名了 然后有些人呢 就是仿着金庸 写武侠 人家叫什么 金庸明柱 金庸巨柱 金庸新柱 然后他说了 他的名字就叫做 金庸巨 金庸明 金庸新 能听懂吗 他实际上你说 你这给人的 不就是明摆着造成误解吗 对吧 所以在商标里头 好多就是相类似 你有三个字的商标里头 人家有两个字相类似 比方说两个字读音相同 或者干什么的 他就不支持 所以这个里头啊 到底你什么样相类似 其实对于这个法官呢 自由裁量权非常大 而且这个自由裁量权啊 有些时候一大了以后嘛 各种故事就来了 对吧 别说像周元杰这样的打输了 我见过的最极端的打输了的呢 就是上海高通芯片啊 你要知道上海高通芯片 不是美国高通芯片 上海高通芯片的那个商标 在82年代差不多就注册了 美国高通进来了以后 把人家商标给弄掉了 说人家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那时候的话呢 他就是注册在先 他就叫高通 他就是做芯片半导体的 就愣把人家商标给弄掉了 是这么一个状态 只是他那个公司呢 注册的还叫高通 这是最极端的一个案例了 好像呢 也是按中美外交嘛 还有一些故事 对吧 所以你要明白 这个商标的相同啊 在中国的话呢 这商标的话 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里头呢 想保护你的这个产权呢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周恩姐这个事啊 我觉得他保护的话呢 别人说就觉得轻了他很多权 但是我觉得他把这几个重要的人物的名字 商标已经注册下来了 注册下来了以后呢 会碰点词 有时候也是难免 谁要他那么有名呢 你想啊 完全的打赢呢 不容易 因为这个的边界 实际上不是一个很清楚的边界 也是模糊的 我一直说好多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理工科 是直肠的思维 非此即彼 但是呢 商标这种东西啊 他有的时候还沾艺术呢 艺术的可不是直肠的 非此即彼啊 他的边界就很模糊 所以呢 你在那放准绳的时候 法律准绳的时候 这准绳经常就是橡皮筋 相近 他就是可以认 也可以不认 自由财量权啊 比大家想象的都大 这时候呢 关键呢 还有一个材量呢 是什么呢 就是你通过使用 是否产生显著性 是否出名 也很关键 就是你用了多久 你要什么都没有 就注册一个 现在好多抢注的 尤其是当时 中国新设立商标法 好多抢注的 中国呢 想把那些抢注的 给踢出去 保护一些中国的传统企业 后来还搞了什么 持名商标什么等等的政策 你知道这个历史渊源也很多 而且这个事啊 关键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相似 它很难啊 用实证的标准 因为中国呢 它毕竟来讲 它没有一个很完备的新政制度 它也没有陪审团制度 所以它用实证的标准 来证明的时候呢 这个事很困难 就是法官的自由财量权呢 太大 对于像郑元杰这样的名人的维权 都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其实对普通人来讲啊 你要想商标维权啊 更多的呢 还看谁的寒毛比较粗 是这么一个状态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再见